放麵給我很好吃 讓你煎熟 他說怕那個 不然放麵沒關係 我這邊還有煎熟 把這個香噴噴的麵線加白菜乳 我肚子都餓了 市議員一起合作撈起麵 裝在飯碗裡面 再將白菜乳淋在煮好的麵線上 把這碗溫熱的平安麵 親自端給清寒弱勢的媽媽們享用 雖然不是一般坊間的母親節大餐 卻十足溫暖了這群 韓式媽媽們的胃核心 親節快樂 祝福您謝謝 母親節快樂 謝謝 來 母親節快樂 謝謝 有美女 親節快樂 母親節快樂 謝謝 溫馨五月母親節 基隆市議員鄭文婷 吳華嘉 許瑞慈 以及施偉正 受到仁安基金會 基隆平安站的邀請 備好平安麵 以及大鍋的白菜乳 為仁安基金會 基隆平安站服務的 清寒弱勢媽媽們過母親節 今天非常難得我們仁安基金會 在這個地方來為我們各位母親 來提前祝福大家母親節快樂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一起 共度一個美好的一個時光 那在這邊再一次祝福 所有的媽媽們母親節快樂 最重要的是 因為媽媽在我們的生命旅程中 總是扮演那個給我們溫暖的角色 那很感謝我們仁安基金會 今天跳出來扮演媽媽這個角色 來給大家有一起共度母親節 然後呢能夠像回到自己媽媽家一樣 在仁安基金會這邊 我們一起來好好的吃一頓飯 謝謝仁安基金會長期以來擔任 就是幫我們基隆接住許多 需要被接住人的一個角色 那這幾年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再加上最近又有這個花蓮的地震 所以其實許多善談已經都分散了 仁安基金會真的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感謝我們仁安基金會 辦理這樣的一個春目活動 那也希望就是各界的善心人士 能夠全力來支持這樣的一個活動 來幫助我們需要幫助的人 那非常感謝你們的用心 謝謝大家 除了簡單的平安麵 也象徵性致贈康乃馨 切個小蛋糕 由韓氏媽媽代表收下 議員們也呼籲社會各界 一起來關心韓氏 邀請有議院的民眾來擔任 烹煮義工或是捐助公餐服務 韓氏的經費 每月918 支持人安 常年服務 母親節快樂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